为什么人要吃肉? 人类吃肉的主要目的是为人体补充优质蛋白质和脂肪。 无论是猪肉、牛肉、鸡肉还是鱼肉,它们都属于高蛋白质食物。 它们的优质蛋白质所含的各种氨基酸比例都比较适当。 进入人体时几乎能被完全吸收和利用,而这些蛋白质能正常维护我们体内的肌肉。 人体内的脂肪有一部分也来自于肉类,脂肪的保暖功能很好,能有效保持人体体温。 但是如果人类不吃肉,那么蛋白质摄入不足,就会导致免疫力降低,记忆衰退。 同时脂肪的摄入也不足,进而影响激素分泌,还会加速人类衰老。 长期不吃肉还会导致缺铁性贫血,皮肤变粗糙,易形成结石等。